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模第二 我们来看看利清路面机构组成特点 汉字1机构组成的汉字括弧1基本组成的双括弧1 横正利清道路的机构 所以啊 它的机构有什么组成考选择不会有案例 所以啊 从上到下 由面层 基层 路基 这个道路机构有着三大部分组成 首先我们来看啊 我们左边呢 是实景图 你看上面这个表面的是利清混凝土层 利清混凝土层 就是面层 没错吧 然后上面的基层呢 他用的是水泥稳定 就是水稳的上基层 下面这层基层呢 是基配 所以上面由上下两道那都是基层的结构 而基层下面那就是路基 也就是土基的部分 所以我们整个道路结构呢 分为这三大部分 没问题 一件教材写的是对的啊 二件教材有瑕疵 他说面层基层和路基组成了路面结构 那就错了 不对啊 我们面层和基层是我们的路面结构 然后下面有路基结构 同学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的左边的实景图看完了 我们来看右边的视野图 你看 越是高等级的道路分层越多 实际上面层还可以分为上中下 又可以分为表面层中面层和下面层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基层呢 高等级路面可以分为两层 上面这层是半端性的基层 下面还有底基 对吧 最后呢下面是土基 那么有这三大部分构成道路结构是没错的 好下来 双坑二教材的原文 行车的载货和自然的因素 对于路面结构的影响呢 当然是随着深度的增加而逐渐 减弱的 好选择铁 没问题吧 无论是我们自然因素 比如说温度 往下的传递 还是 行车载货往下传递的硬力 无论是硬力的传递 还是温度的传递都一样 深度越大 影响越弱 这特别好理解 因为土层的深度越大 我们实际上硬力传递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摔跌 相当于受到了我们土层深度的影响 而不断的减弱 减弱它的影响 没问题 因而呢 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在减弱 因而对于我们路面材料的强度 刚度 稳定性 老三样 强度刚度我们刚已经解释过它的一个作用 还包含它的稳定性 这三者的要求随着深度的增加当然是 逐渐的降低 为什么 因为硬力往下越传递是越小的 现在越小影响就越弱 那么既然影响越弱 对于财性的要求当然就越低 我们可以省点钱 这个道理 我们看19年意见的这个单运跌 行车贺载和自然因素对于我们路面结构的影响 随着深度的增加怎么样 当然是逐渐减弱了 教材当中原文吧 所以选择就是B选项 没错 好 接下来双矿5 基层的结构类型 可以分为柔性基层和半杠性基层 对于我们2022版的教材来说 这里仍然没有变化 但是有点瑕疵 也就是说很多同学会问我 我们的这部分的基层只有这两样吗 基层结构只有柔性和半杠性吗 特别是有一些 僵硬的专业技术的同学 他会认为教材上一直有问题 所以他就一直留言去问 因此我在这里补充拓展一下 把我们教材上的缺陷 不完整的地方给他补充完整 神的同学在浪费时间 神的同学会浪费自己复习的时间去问 当然了 前两年吧也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 说郭老师 你可以少一点补充拓展和补充之余 多讲一点教材的原文 防止你这个补充的时间 占据了我们复习的时间之后呢 有些教材东西讲不到 而补充东西也不考 很可能你就避开了考点 这句话呢让我心里还是非常难过的 因为曾几何时再早一点 很多同学愿意接纳我的讲课方式 或者说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 刚有疑问 郭老师的补充事 以后补充拓展 马上就把我的疑问解决掉了 本来是我的特色的 现在呢 也变成了 有一小部分同学吧 攻击的对象 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打算坚持下去 因为 太有必要 并不是我们教学的时间浪费不掉 所以我讲闲话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的机构类型在教材当中 没有 可是我们的选择题不止一次的考到我 虽然它不是按理考点 那我成 但是选择题考到你分数也不能不要 选择题考到了教材上没有的 我们就应该补充啊 我的补充拓展 谁说和我们的考数有关呢 正是因为有关我们才花力气花时间去讲 对同学们稍安勿躁啊 我们该掌握的 该了解的必须知道 接下来 践行一二版的 城镇道路路面实际规范 导作一二年7月1号起实施 现在我们应用的还是这版规范 没错啊 我们援引这份的术语解释 说明一下 2.1.9半缸型基层 啥是半缸型啊 这里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很多零基础的学员问什么是半缸型 是无基结合料稳定力量 或者是土类材料 突出的基层 比如说我们后面去讲的石灰 参土啊 或者是石灰加一些稳定力量啊 这个力量里面就有骨料了是吧 没有力量的话呢 这个参土形成的石灰稳定土类的基层 这些都属于无基结合料 包括你不用土里面掺石灰的话 那就土里面掺水泥 形成水泥稳定土类的 这部分也属于半缸型基层 或者呢还有二汇土 对吧 往里面去掺粉煤灰 也就是掺的是这个电厂的煤烟 这些有典型的无基结合料啊 和同学们解释一下 然后呢 半刚性半刚性 就一定有刚性的 所以我们教材一时少了这一点啊 有刚性基层吧 有吧 什么是刚性基层啊 你用普通混凝土啊 或者是用碾压混凝土啊 或者是用平混凝土啊 还有钢筋混凝土啊 还有连续配金混凝土啊 这些材料铺出的基层 就是刚性基层 什么是刚性基层 它的后缘往是混凝土 这个混凝土一旦凝结硬化了以后 强度刚度大 所以它的刚度比半刚性基层大得多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刚性基层 就看你有没有钱了啊 这个普通混凝土呢 就是水泥加沙子加石子 这是普通的 现在的配比呢 是属于普通常见的这种配比是吧 而碾压混凝土就不一样了 碾压混凝土属于寒水率积积的一种混凝土 那么寒水率低呢 它是通过碾压来代替震导 做基层的问题嘛 反正不是做面层的 平混凝土呢 平就是少的意思 什么玩意儿少呢 水泥也少 因为它是做基层的嘛 水泥不用那么多 所以水泥是一种经济配比 它可以省钱嘛 就叫个平混凝土 平混凝土 然后呢 如果你有钱 你在基层里面也可以配金 是吧 那钢筋混凝土的 或者连续配金混凝土的这种材料 平常都是刚性基层 有啊 好 2.1.1.1 2.1.1 这里的柔性基层 就是热瓣和冷瓣的 力氢混合料 还有力氢灌入式碎石 哎这种力氢类的形成基层 这是柔性基层 还有力料类的材料铺住的 那就是我们后面说的 极配沙粒 极配力石 这种属于柔性基层 这个教材原文是有的 所以我这里的补充过程 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握得完整的 好家来汉字括弧二 陆基与填料 这部分的陆基填料 我推荐阿拉伯出的陆基填料当中下面这一段 有高液线黏土 高液线粉土 还含有机质细粒土 它是不适合做陆基填料的 这里不仅能够考选择田 问你以下哪一些不适合做陆基填料 可以考都选择 该能考案例改错 如果在案例背景之二里我用了高液线的黏土 那就错了 但是有同学就问了 啥是个高液线的土 和同学们续道一别 续道一句啊 这个高液线的土使液线大于 百分之五十的系列土 这叫个高液线 它咋就不适合做陆基填料呢 因为它透水性差 干硬石的强度还高 硬的时候呢不易挖掘硬的挖不动是吧 可是这个时候就有个坏处 这个陆基碾压的时候 就压不实 干的时候压不实 但是一旦辨试也有问题 因为它的毛细现象很明显 吸水以后透水性差 它就能够长时间的保持水分 因此吸水以后呢 它固体室了 承载力迅速变小 稳定性又差 所以它不适合做陆基填料 而这个有机制的土 一样含水量它高啊 压缩性大 它不均匀 也是很难压值 所以它不适合做陆基填料 那么如果因为条件的限制 你不得不用这些土怎么办呢 又能考案例的问答题 案例背景桌里有这些土 你不得不用怎么办 所以参加石灰或水泥等结合料 形形改善 所以可以个案例问答啊 参灰 那么每次讲到这呢 我就想起来以前念兽的时候 有人问我 郭老师 参灰 参水泥我还能想 高液线 包括有机土含水量大嘛 参了水泥呢 水泥是水硬性的胶硬材料嘛 它当然宁静硬化 就提高了强度刚度 它去做陆基填料呢是可以的啊 没问题那对于保证强度刚度稳定性 它是没有问题 所以参水泥绝大部分同学们都理解 但是这个面兽的同学就问我了 参石灰不行 以前他考过建筑建筑他考过了 考试是真相的这个同学 所以以前建筑的老师告诉我们 石灰属于气阴性的胶硬材料 它不能在水中硬化 只能在空气当中硬化 是因为石灰的硬化需要二氧化碳参与 那需要二氧化碳参与 那你做陆基填料埋在里面 没有二氧化碳 那怎么可能能硬化呢 那怎么可能形成强度呢 怎么可能能够作为处理 就能作为陆基填料呢 这里我和同学们续道一遍啊 我们要去把参石灰的这个原理解释清楚 后面对不良土制陆基的处理 对于过湿土的处理 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了 因为如果同学们现场有施工经验的话 对于过湿土的处理 现场行之有效的方法 就是参石灰 而且我还要去把结果跟同学们续道一遍 但石灰的效果比你参水泥的效果还好呢 有些人说不至于吧 怎么参石灰的效果更好吗 对 对于过湿土的改良 参石灰的效果更好 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强度形成原理 我们说呢 这里参灰啊 首先它发生了哪些变化 第一个 有个最主要叫离子交换作用 我们说这个石灰呢 叫强电解质 因为土里面参了灰以后 灰遇到土里面的水 分析上我们知道它是既营性的交流材料 但是石灰实际上并不是跟水反应的 它参到土里面去以后 实际上石灰是和这个土反应的 算言之 浴道里面含的水就相当于有溶液了 那么溶液当中 石灰就有电离出来这个钙离子 它和我们广为分布的这个钠甲土啊 这个土里面的钠 钦离子产生交换作用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钠甲土呢 变成了钙土 你看 那试探的强度就上来了 尤其是这个土颗粒表面所吸附的离子 就由一架变成了二架 钙嘛 因为你钠和钾是一架嘛 钙是二架 那就减少了土颗粒表面吸附水膜的厚油 使得这个土颗粒相互之间更为激进来 分子的引力也增加了 那么很多个许多个单个的小土粒 就居成了一个小团粒 组成了一个稳定结构 好 强度上来了吧 这是第一个啊 离子作用是比较主要的 第二个还要考虑一定的结晶作用 换言之石灰土当中只有一部分的 浮石灰 那浮石灰氢氧氧化钙 它进行了离子交换作用 那绝大部分的饱和的这个氢氧化钙 自行就结晶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石灰和水作用 生成了一个浮石灰的结晶网格 长度 钢度进一步分 第三个还有酸化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土领的氢氧化钙 只要它和激进空气的地方 有二氧化碳能接触到 所以一旦和二氧化碳接触到 又能生成碳酸钙 这个坚硬的激进体就是碳酸钙 它和其生成的这种复杂的岩类 就把这个土粒交接起来 大大就提高了土的强度和整体性 所以我们说掺灰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要求同学们能够理解 能够考案例 等到我们整个道路部分的经浆办 快结束的地方 我们去讲特殊季节施工措施 我们东雨季道路工程的施工措施时 我们会讲到这个考量 做一道题目 案例提同学们能不能记得住 如何去处理 理解自己就可以了 好 下来 汉字库库三 基层与材料 这部分的基层看好了 它分为基层和基层 每年到了这 我都要和同学们续导一遍 有不少考生都问过我 顾老师 你看这不有语病吗 基层分为基层 和基层 那么好的说法 正确的是不是基层分为上基层和下基层 总而言之 我们基层上面这层是不是应该叫上基层 然后下面这层叫底基层 好理解一点 不过这怎么基层分为基层 这个话也不通 但是别管它话通不通了 规范里真的是这么写的 比如说是低等级道路 中级的道路 你这部分 我们说或说次高等级的这一部分的路面 低中级的路面 钱花的比较少 它的分层就少 基层就一块 就一层 没问题 这是基层 但越是高级的路面 图字越多 我们说它分层越多 那么它分层多 上面的这层基层就叫基层 下面这层基层才叫底基层 所以我们这个图也没写错 同学们要适应这样的一个语言习惯 因为等到我们后面去讲基层的这道专题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么叫的 讲到基层 实际往往指的是基层上面这层 我们要把它的理论支持和同学们去聊一遍 那再次于我们 我就拿2015版的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来讲一遍 2020.1他就这么说了 那基层 直接位于厘清路面面层以下的主要承重层 直接位于水泥昏土面板以下的机构 说明这一层和面层是挨着的 如果基层分层的话 它是上面这一层叫基层 而2020.2说了一个低基层 它在厘清路面基层下铺住的次要承重层 或者水泥昏土路面基层下铺住的辅助层 所以基层结构的下面这层才叫低基层 公路规范也这么讲的 所以我们市政专业也要按照这样的语言学个人去确定 同学们的路线解释就可以了 好下来双挂3常用的基层材料 好正好结合我刚刚补充拓展的规范原文 调材原文的半括一 也能在我们刚刚补充的规范当中找到联系 无基结合料稳定的绿条 那无基结合料稳定的绿条是扳章性 没错吧 咱们刚刚规范也是这么说的 那啥是无基结合料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土里面你掺石灰 形成石灰稳定土类 或者二灰就是石灰里面掺到土里面 你再掺粉煤灰 也就是电厂的煤烟 对吧 你再掺沙粒 形成稳定沙粒基层 包括石灰粉煤灰 你还掺钢渣 这种稳定土类的基层 还有水泥稳定土类的基层 这土里面掺水泥 这些都是半刚性 适用于什么呢 考单选 适用于交通量大 柔在重的道路 单选考一份 半括二 极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柔性基层 它这里说了 极配有极配沙粒 极配历时基层 它就是典型的柔性基层 它的财性相对比较差 所以适合的是次干路 及以下道路的基层 这部分的我们说柔性基层 我们后面还会再去遇到它 这部分它的适用 主要考一分的单选 也给它拓展一下 我们按照现行公路 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的3.0.2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新建沥青路面的基层 按机构式基的要求 用沥青稳定碎石 沥青灌入式 接配碎石 接配沙粒 这些都是柔性基层 而水泥稳定土或力量 所谓的是瓶 掺水泥 那就水泥土 里面要有补料 那么就是水泥稳定力量 是吧 然后石灰与粉煤灰稳定土 或者是力量 同学们能明白 这些无际结合料 就是半钢性基层 而我们一直说的 这种混凝土类的 碾压石水泥混凝土 平混凝土等等 这些就是钢性基层 那么这部分 同学们能够理解 可是我们很多同学 看到柔性基层 有这种极配力量值 它总分不清 极配碎石 极配力石 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所以我在这里也解释一下 这个极配碎石 是各党力竞的碎石和石屑 按一定比例混合 那它的极配 满足了一定要求 且塑性指数和成在力 均符合规定的混合量 因此得名叫极配碎石 而极配力石 同样是各党力竞 但它是力石和沙 就不是碎石和石屑的 你看它股料不一样吧 同样按一定比例混合 后面的是一样的 极配满足一定的要求 且塑性指数成在 比较符合规定要求的混合量 这叫做极配力石 所以它组成的股料不一样 因此这是它最大的区别 好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资格 去把14年意见 给到多选地埃列里 下列城市道路计程当中 属于柔性基层的 好不用说了 教材原文有的就是A和B 刚刚讲的嘛 极配类的碎石杀利 这些基层就是柔性 当年好多同学就选了AB 因为它其他没看到过 教材就没有了 BBE在教材当中没有 没有讲它是柔性基层 所以好多同学都不选 这里我先跟同学们讲一讲 B和E呢 教材上不在柔性基层当中 但是同学们至少能够判断 D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沙里基层 D和E呢 属于半刚性 这个教材上有到不超刚 没写在柔性基层里面 但是D和E出现在半刚性基层里面 所以同学们不选D和E是对的 但是14年当年好多同学 只选了A和B 很可惜只能得E 因为有一个选项教材上没有 它也选择应该属于柔性基层 就是C 我相信我的考生听了我这一讲 你这一题的两份绝对能拿到 因为我刚刚补充的规范 告诉你 立清碎石属于柔性基层 对吧 我补充了公路的相关规范 你应该就知道了 C选项你应该要选的 这个立清碎石 立清稳定碎石基层 绝对是柔性结构 它是有很强的柔性和变形能力的 对吧 所以常常拿它去做硬力削减层 往往还能延缓 大大延缓路面反射裂缝的发生 它有这样一个应用 同时我们说立清稳定碎石的基层 因为我们立清混凝土的面层 又能够牢户的结合 为什么 都是立清的 由于它的磨量 与面层的磨量又接近 使得它的路面结构受力就更加均匀 提高道路的耐久性 延长了路面的使用 所以同样是柔性基层大家族里的成员 立清碎石基层 立清碎石基层 它的应用范围和等级 就要比 极配碎石指定杀力 要广得多 高得多 高阶路面的基层 利用立清碎石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是可以的 那么同学们能够明白 这样的一个柔性基层的应用 就可以 好 其他的我就不再追溯了 这题应该选的是 ABC 答案是ABC 到现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都没有把立清碎石写到柔性基层当中 所以同学们你应该了解 通过我们的拓展 你这题应该选的是ABC 我们说我们的补充是有用的 好 本节课呢 关于我们的第一幕第一条和第一幕第二条的部分内容呢 进行学习 我们推荐的双括二 立清路面面层类型字里 在我们今年22版的新教材当中呢 删除了一个温半 少了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接着看剩下的内容还有哪一些 它没有变 半括一 叫热半立清混合料面层 这个应用呢 实际上是最广的 常见的热半立清 包含了SMA 用常常讲起来的 立清码地址碎石混合料 还有呢 OGFC 也就是叫个大孔系 开启配排水式立清模号层 它俩呢 都属于热半 这些嵌几型热半立清混合料 所以啊 应用广嘛 适合的范围就大 所以适用于各种等级道路的面层 没问题啊 好选择题 这里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热半立清混合料 你这个混合料有哪一些呢 矿料啊 立清结合料半合而成的 这个混合料的总称叫立清混合料 然后呢 半括二 我们讲冷半立清混合料 这个时候的冷半呢 看它的名词就知道 温度就低了是吧 它适用于支路及以下道路的面层 还有支路的表面层 等级不高了 你要是用于各级立清路面的话呢 它就不能在面层上做 它往下做 也就是它做各级路面的基层可以 连接层或者整平层可以 所以我们冷半立清如果要做面层 它只能去做支路或者以下道路的面层 如果它要做各等级立清路面 那么对于高等级的面层它做不了 它只能去做一层连接层整平层 它往下做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上一节经济班讲过了 因为随着深度的增加 它特载啊 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不断的衰落的 既然是很影响减弱 对于财性的要求是越来越低的嘛 那么同学们能够理解这就可以了 对 既然对于财性要求低 冷半立清混合料 它也只适合做支路指引下道路面层的财性比较差的材料 它就能够往下方 哪怕是高级路面它往下方是没问题 那么这个冷半改性离清混合料呢 它有一个常见的用途 用于离清路面的喷槽冷补 单选一份啊 喷槽冷补当然用冷的料嘛 这里解释一下 冷是啥意思啊 就是没有加热 它没有加热温度低 相对于热半来说它就是冷半 这种呢 矿料骨料与稀释的离清经过半核而成为这种混合料 叫做冷半 好 那坑槽冷补呢 相应的现场施工的工序呢 给同学们看一看啊 首先呢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道路路面出现了冰害 冰害的这层面层我不要了 潮掉 然后呢 中间出现一个坑是吧 那我就人工先摊铺 摊铺的 这就是冷半料 然后呢 整瓶 拿滚子给它整瓶 整瓶好了 一压就得 所以呢 那这个坑槽范围比较小嘛 冷补方便快捷花钱还少 对交通的影响还小 那补完以后的效果就这样 所以这冷补料修补这个路面坑槽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对于一些病害啊 道路的破坏形成的坑槽 直接用冷料补掉 第三个叫沥青灌入式面层 这个沥青灌入式面层呢 它是作于城市次干入以下道路的面层 所以我们看想面层的话 这个冷料呢 是支入下 支入级以下 现在的沥青灌入式呢 是次干入级以下 相对来说比这个冷料还好那么一点 它的主石料层的厚度呢 是依据碎石的沥进确定 好 有一个数字单讯可以考一分 厚度不宜超过100毫米 也就是说厚度最高是10分 那么这部分呢 是沥青灌入式的要求 第四个 沥青表面处置 这个表面处置起到的作用 可以考选择体 它的表面处置防水 磨耗 防滑 或者是改善碎石立石路面的作用 每次在这种经济办啊 我总是喜欢打三个比方 虽然不是很严谨 但是能让同学们比较容易模拟想象嘛 把这分计的就行 就像你买了一个比较喜爱的智能机 手机啊 买了心爱的这个手机之后呢 你也想保护它 所以往往呢 是要给它买一个手机套 还给它贴成膜 类似的作用 对吧 防水 防破坏 防外力冲击嘛 那这里也是 防水层 磨耗层 防滑 还有改善 这也是立石的作用 这叫个立青表处 解释一下啊 相应现场怎么做呢 先说这个立青灌入室 立青灌入室呢 就是采用粉铺法 而且我们现场呢 叫个先石后油 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持景图啊 它就是现场做立青灌入室 你看石灯是不是已经铺好了 然后现在再撒油嘛 对吧 立青铺好了以后 然后再撒立青嘛 这叫个先石后油 因此按照我们现场做法来说 先用碎石灯铺机 平地机 或者是人工灯铺 组成极料 要把石子铺了 然后给它压好 碾压组成极料 最后叫撒立青 对吧 这叫个先石后油 补充一下工序啊 现场一般是这么干的 这个表面处置 它的这部分的工序 和我们这一个立青灌入室 你要联系 也要区别 立青灌入室呢 一层石子 然后浇撒立青 得了吧 而我们的表处的工序呢 我们来看 这部分啊 首先备料 清扫机层当然要干净了 都要清表 放样 安装路原石 然后呢 它就要浇撒 后层立青 没问题 让它先透入机层 然后撒布 第一次立青 再铺矿料 不一样了吧 很明显 立青灌入室啊 是先石后油 它的名是咋来的呢 就等于后撒的立青呢 仿佛灌入 使者之间的空隙一样 所以先石后油 那是立青灌入室 而立青表处不是吧 它是先油 后石嘛 对不对 顺序就反过来了啊 那么撒了第一次 矿料以后呢 给它压一遍 再撒布第二层立青 再铺撒一层矿料 再压 撒布第三层立青 再铺第三层矿料 再压 然后就进入了初期阳后 这是我们说立青表处 入面的施工 你看啊 先撒一遍立青 然后上面铺石子 铺撒矿料 然后再撒立青 再铺撒一层矿料 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去做 立青表处 常见的工序 同学们就理解了 从大致的方向上来看 和我们的灌入室是反过来的 好 但是这个思路呢 我们也加深了印象 我们也解释过了 我们做这个18年 一层建的这道单选题啊 就比较好理解 但是我要告诉同学们 这是我改的 因为去年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这部分18年的原题 还是多选 但今年他把温半删了 我们为了考这个考点 只能像这样的去考 下列路面适用于 各种等级道路的面前 当年老教材温半也适合各种等级 但他现在删掉了 那就只剩一个热半 类青红料 适合各种等级 冷半那是支路以下的面层 对不对 那我们这部分的 例青干温室呢 他不是次干温吗 而例青表述他都没说 相对来说只是表面处理 只能起到防水 磨耗的作用等等 你不能说是各种等级的道路 是不是 因此我们这部分 应该选的是A选项 答案是A 例青表述主要是 起到防水层的相关作用 好 20年意见这道单选 我们一起来认为 主要起防水 磨耗防滑 改善碎时 历时作用的路面面层 不是刚刚才讲吗 送分的单选一听 这部分的单选 自一分的送分 就像我们的手机膜一样 那不是立心表处吗 对吧 所以选择的就是D选项 按就是D 没问题 好 往下 看字二 机构层与性能要求 这部分的性能要求 也是常见考选择题的地方 没有按理题 首先我们说这个土机 也就是入机 他们性能就是这两大指标 你给我记住 路基要稳 变形要小 这个整体稳定性 这个路基稳 才能保证我们上面 路面结构的正常使用 而变形量控制 目的就是变形量要小 因为我们的路基 变形量就大 路面结构就保不了了 路基变形量都大 那你路面就会跟着变形破坏 所以我们的路基 整体稳定和变形量的控制 这两个要求 不怎么好理解 好 接下来 然后往上 如果我们的路面结构当中 如果我们讲到的道路结构当中 有的话 才会出现一个 在路基和基层之间的层次 叫电层 这个电层的作用呢 教材原文有讲 并不是每一条城镇道路都有的 它主要是设置在 温度和湿度状况不良的路段 有了电层 能够改善路面结构的使用性能 就像我们这个图一样 它是在路基 与基层之间的一层 叫电层 电在这里 咋就能够改善温湿不良的状况呢 你可以这么去讲啊 我们所说的温度不良 比如说 我们在冬季啊 有这种冻结的路段 一旦冻结 它就会产生动胀 而即使到了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它产生了冻结地段的融化 动容以后又会产生溶存 所以呢 要么冻胀往上 要么溶存往下降 它总是会有变形 这一旦这样的一个路基的变形 就可能造成我们上部结构的破坏 对吧 现在有的电层就要好很多 因为有的电层在这里 就相当于切断了变形的传递路径 保证了上部结构的能力 那么改善的不就是路面结构的使用性能 对不对 那等于是减小的变形 对于上部结构的影响 方向呢 怎么能够改善湿路不良呢 也一样是这样的道理 因为一旦我们的路基土寒数量过大 湿度过大 路基湿软沉在了一下降 就会产生过大的变形 又不稳了 现在我们有个电层 相当于加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横担 有了一个坚持的肩膀 给我把上面的路面结构的给它躺起来 这就是改善了相应的性能 这个同学们还能够理解 好 往下 探字括弧三 基层 基层的这部分的要求呢 所以有一个常考的单元件 基层才是路面结构当中的承重层 没错吧 实际上我们上一节进展班 按照我们公路规范的原理也讲吧 路面结构当中的承重层是基层 对应啊 有对应说我觉得不对啊 可轮胎挨着的不是面层吗 怎么是基层是承重层 不是面层吗 不是 因为我们的利清路面 绝对不可能靠那薄薄的几公分的面层去承重 面层能够承受到素向力 没错 但是它不是承重层 它把这个素向力主要往下传递给基层去消耗 由基层来承重 这才是对的 因为基层是几十公分 甚至于更厚的基层 才是路面结构坚强有力的肩膀 它才能扛得住 才是我们素向力主要的消耗层次 因此素向力往下传递给基层以后呢 由这个基层消耗殆尽 等它再传递到路基 这部分的素向力由基层消耗殆尽之后 等它传递到路基 所剩无几就可以忽略不记 那路基所受到素向力比较小 那变形就小 变形小 整体稳定的 又符合我们这样的使用性能的要求 是吧 那么我们说基层既然是 主要承受的就是素向力 单选一分 这也是我们基层主要消耗的对象 是素向力 而且把面层下传的应用力 再进一步扩散到路基 好 第二个性能的主要指标 既然基层是坚强的肩膀 那么它当然强度要大吧 对吧 扩散核散的能力要强吗 同时要水稳 啥意思啊 遇到水的影响 对于基层材料的财性影响要小 这叫水的影响下 它稳定嘛 因此叫水稳 还有呢 防动性 也就是说 它要避免因为受动 产生过大的变形 防动性要好 避免产生动脏 因为一旦基层变形 就会造成上部面层的破坏 同学们都会理解 这些都是它性能的要求 同时当然 把透水性要好 如果基层透水性 过大的时候 上部 比如说有雨水 往下渗 到了基层 它透水性又过好 那么这个时候基层的水往下流 就流到了孔基 孔基被水一泡就软了 承载力断崖式的下跌 整个道路结构就会破坏了 所以我们希望基层不透水 那么水不会顺着基层往下渗到路基 然后通过我们基层的横坡的坡度 然后把水排掉 不能往下透 目的是把水排掉 排到我们的路边排水沟 把这个水呢顺利的排走 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2010年啊 我们一线的这道单选贴 低清路面结构当中沉重成是什么 对吧 这不是送费吗 是基层啊 不是面也不是面 所以我们当然选A 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啊 应该选的是A选贴 好 18年我们的这道单选 基层是沉重成都告诉你们 没考这句话考到后半句 主要承受是贺载的塑向力嘛 所以我们这部分当然也选A 没问题 好 我们看18年一线的广东海南 补考卷这道多选 路面基层的性能指标 包含的哪一些 好了 我们刚刚这不是教材原文吗 我们说它是一个强有力的肩膀 那么强度要大吧 扩展贺载的能力要好嘛 水稳还要扛动 扛动没有 你没得选 但是扛滑和低噪能选吗 不行 扛滑和低噪一看 就是面层的呀 你想轮胎是和面层接触 面层才有扛滑的要求 要有路噪深度吗 而且轮胎和面层接触 才有轮噪胎噪嘛 对不是 那你低噪性的要求 也只能面层实现了 跟你基层没有关系 所以低噪一你不能选 只能选ABC 朋友们都能选 好 下来汉字呼呼字面层 对啊 这句话是对的吧 那轮胎挨着的是面层吧 所以面层直接和行车 没错 这一部分呢 它因为它直接挨着相应的车辆 车辆的轮胎 所以它和行车接触 没错 一个 同时呢 面层在最上呢 暴露在大气 环境之下 经受风吹日晒雨 对它从行车和大气象接触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是面层啊 然后它承受力的种类呢 你看好 可以考多选 我们说面层不是沉重层 但是我没有说过它 没受到塑像力 我们说面层不是沉重层不错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面层不受塑像力吧 所以它是受到塑像力的呀 因为你轮胎挨着不可能塑像力 它没有啊 它有啊 但是面层 它浩检的对象不是塑像力 面层的作用是把塑像力传给基层消耗 面层确实受到了塑像力 但是它消耗的少 是给基层完成消耗的用 就这么个道理 那面层更多的消耗的对象呢 是水平和冲击 我们的车轮在面层上滚 能够往前开 就是因为我们的车轮和面层有滚动摩擦 受到的就是水平力 没错吧 所以面层主要的作用 就是把水平力消耗殆尽 等水平力往下传递到基层时 所剩无几 因为基层主要耗减的是 数量力不是水平力 所以水平力主要有面层就好 各司其值嘛 那有的同学什么是冲击力啊 我去年没多讲 有同学就嗑嗑问了 你突然遇到紧急情况 猛踩刹车 这个时候产生的就是风势 对这么个道理 好 双考三 路面的使用指标 这些指标有哪一些呢 一个 存在能力 我们的面层要有相当的存在能力 包含的是哪两个指标呢 就是我们上一节进讲班 一直强调的强度和刚度啊 就是我们上一节进讲班 讲的强度和刚度 也就是说抵抗破坏的能力强 抵抗变形的能力强 就是存在能力高 觉得这个意思吧 所以下面这一段我就推荐这一句话啊 其他的废话不用看 还有个路面当然要平整的 因为如果不平 我们行驶颠簸 舒适度差吧 所以平整度是它的使用指标之一 还有个温度稳定性 因为你别忘了 第一步第二条 我们讲直立新路面嘛 既然是新路面结构 那么同学们也要理解的是 它呢 如意是夏天高温有车折 低温呢 冬天它容易开裂 所谓的温度稳定性好 就是希望它高温不车折 低温不开裂 第四个康话能力 那没问题了 肯定是面层的 它相应的性能指标 我们希望它康话能力强 为什么呢 为了行车的安全 我们希望在有限的这样一个 自动距离里 我们能够杀得住 对不对 我们这部分的自动距离要短 康话能力呢 面层要强 为了行车安全 就这么一个道理 第五个 噪声量 从去年教材开始呢 把那个透水性删掉了 我觉得删得挺好 因为一直是我们的老教材呢 写的有问题的地方 所以我们研习了 二一版教材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些路面机构 它的这一个面层性能指标 不是老早的六个 现在就五个了 最后一个第五个 噪声量 降噪排水路面的面层机构 怎么想到一个降噪的问题了呢 我希望明白 这个车轮在面层上滚 它就有不少的这种胎噪 轮噪 所以我往往在快速路 高架桥 环路 阻管路旁边的这些 居民小区住宅楼写字楼 你就会能听到明显的噪音 特殊于马龙的声音 所以为了减小对居民的影响呢 这个降噪啊 我或者说防止噪声污染 确实是我们工程人 需要注意的一个使命和命题吧 因此我们从面层的方面 从噪声源这里 就可以有相应的降噪措施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实际 降噪排水路面的面层结构组合 有什么呢 好选得起 我们的上面层有什么呢 上面层有OGFC 立心混合料 就像我这个示意图一样 我们这个OGFC啊 它是做上面层的 啥是OGFC啊 我们在之前的热斑 立心混合料已经介绍过它了 叫一个大孔系 排击配 排水式 立心模号层 那么我们为什么降噪排水路面 它的上面层用OGFC就能够降噪了呢 没问题 就是因为它孔系大 我们这个OGFC 它叫一个开阶配 那么它的这部分的间隙比较大 那么一旦有了间隙 噪声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声波在传递的路径当中 有了孔系的存在 它就会切断了 就会有效的衰减 它不叫个大孔系吗 这种大孔系有了孔系的存在 声波传递过程当中 相当于切断了它的传递路径 得到了有效的酸解 那么就是可以降噪 没问题吧 但是它又说是个排水 是立心模号层 就像我这个视纪图画的一样 这个水下了以后啊 因为它的孔系比较大 降噪的性能是挺好 但是 你这个水下来了 有孔系的存在 那它不透水吗 这一透水要往下 钻到路基 路基不又被泡软了吗 那咋办 不要想 因为它是个排水路面的 面层结构组合 因此我的水不能让它往下渗 这个大孔系流着 我是为了降噪的 可是我不能让它透水 因此 它的中面层和下面层 一定要用密集配 立心合料 起到一个崩底的作用 你看 要有不透水的结构层 崩底 也就是水 如果从OGFC这里漏下来 若有不透水结构层 也就是用密集配立心火候料 给它兜着点 水是渗不下去的 对于下面的结构层 不会产生破坏 然后通过横坡 排水 排到旁边的泄水孔 把水排掉 是这个道理吧 这叫一个降噪 排水式入面 那么有同学说 为什么密集配可以封底呢 什么叫密集配 就是我们这部分的 立心混合料 里面的这些 谷料的立心 从小到大都有 连续而又致密 不透水 所以它做中面层 下面层 起到一个封底的作用 所以当然就可以实现 我们的目的 就像我们这个示意图一样 你看 它的上面层 就是四分的排水性的立心面层 用的是什么 OGFC 它起到一个降噪的作用 但是我不能让它透水 所以它下面的中面层 和下面层 中面层是改型立心 下面层是普通的AC6 这个时候 下面这部分的立心层 起到了一个防水构造 把水挡在这里 可以把水通过横坡排掉 就这么个道理 后面我们再看到 有封层 有基层 这个封层是为了基层的养护 这个很明显 封层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下封层 然后封层封在基层表面 目的是保证我们两后质量 目的是为我们形成基层的强度 在下面就是基层的材料 就从这个结构层当中 有了封层 封层在下面是基层 我们可以把下面的后面的靠点 也不及到位 帮我们看 第二年我们意见这道单选题的改动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适应我们二版教材 下来指标当中 不属于立心路面使用指标的是 我们要找不属于 那么这部分不属于的是什么 你想立心路面 立心路面提到了温度稳定性 当然提到了 这个是的 平整度为了形成舒适 也讲到 存在能力讲了 强度和刚度都讲了 唯独这个C不属于路面 它属于什么呢 变形量 它属于路基的 变形量要控制 那么是路基的要求 不是路面的 所以我们答案当然选的是C学习 答案应该选的是C 现在我们路面使用用指标 只有存在能力 平整度 温度稳定性 抗化能力 可造成量这五个了 好 13年呢 我们意见这道单选 一起来练一练 关于降噪排水路面的说法 正确的是 我们来看 A选项 磨耗层采用SMA的抗化能力 对方的磨耗层用SMA 实际上我们SMA 立清马地质碎石混合料 很多高等级路面都用 倒没错 但它不是降噪的 SMA这个立清马地质碎石混合料 所有的空隙都被马地质 给它填通密实来 它是密实的 它是密实结构 既然是密实结构 它怎么降噪 它没有空隙就没办法降噪了 所以A是错的 那当然要用OGFC去做上面 教材当中原文 那么C和D怎么错的呢 我想和同学们交流 这样的一种 听客或做题的习惯 你上了考场 你肯定B是对的 那没问题 2B铅笔填图 一分拿到手你就走 没问题 但是平时训练 你一定要知道 其他选项是怎么做的 这样的话呢 仿佛是绑着沙袋去跑步 一开始你觉得累 觉得重 等到你真正比赛 解开沙袋 那你这个手就剑步如飞了 这个道理 对C和D你要知道 也许这种错误选项 变成我们当年的选择 变成我们当年选择的正确选项 所以我们这个中面层 底面层 在当年用间断 结配不对 那我让你给 怎么给 应该就是密 结配的累秦混合料 它才能起到 风景防水的作用 是不是 那CD就错了 我们自己当然选择是B选项 答案应该是B 好至此 我们就把第一幕第二条 累秦路面结构组成特点 全部复习完 下面一讲 我们将从第一幕第三条 开上我们讲解 好